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是汇聚一堂 其中就有芬兰的著名的钢琴家佛克格拉斯贝克 11月8号我们就在他独奏会之前的彩排中 专门的采访他 虽然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佛克格拉斯贝克的名字并不是很熟悉 但在芬兰他可是人人皆知的国宝级钢琴家 这一次他在音乐会上专门演奏了 芬兰音乐之父西贝柳斯的作品 我曾经想起来的 那些东西上是代表的 而且它是特意的 那是哪裏的 我們來的 例如棵錄 所以這裏 是 相對的 我們來的 我非常愉快和新的交流 与中国的交流 与的交流 与的建立的社会 在湘海的社会